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百五十面 第四行 悬疑的第七大段 物类差别 这一段里面有分三个小段 第一 名部 第二 名类 第三 非部非类 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段 一知此今 综世充神 为神当不等类 唯有几种 粗犀名不折 不有二种 一位大本 二位死今 那么这一段 在研究弥陶经也是不能缺少的 佛在一身教学的当中 讲这个法门 除了这一部经之外 与这个法门完全相同的 这就叫同步 完全相同的 还有没有别的经典 有哪些经典 那么不是完全相同 但是同一类的 都是说这个王生西方净土 那么这个同步啊 都是用持民的这个方法 或者是用不同的 像《观无量寿经》呢 这个使用的是观想 那么还有用持咒 用其他方法 但是都是求生西方净土的 那么这个叫同类 那么还有个呢 也不是同类啊 也不是同步 是附带讲的 那个经典就更多了 附带讲的 勸我们这个这个 这个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大概有一百多种 那是附带讲的 那么我们这一次 这个法语言很殊胜 这些同步同类 以及附带讲的这些 我们现在在印刷场印 大概也快都要印好了 由此可知 释迦牟尼佛在49年教学之中 对于这个法门的重视 所以不断的宣扬 我们看底下这个主题 不得已是总归一步 而有享乐 同时一步间 那么有的讲得详细一点 有的说讲的简单一点 详维大本 这个大本就是无量手机 讲的详细 略为词经 词经是阿弥陀经小本 文字少 讲的省略一点 大本有六 一共有六种 那么这个六种呢 现在我们这个经上都有 第一种呢 是无量清净 平等清净绝经 厚祸 智漏加成乙 古乙共有十二种乙本 现在传下来的只剩了五种 这十二种都曾经很注意介绍过 那么第二呢 叫无量寿经 是曹伟康僧凯翻译的 这都不必说了 第三呢 阿弥陀经与本经同名 是武之前所翻译的 这个武是东武三国时代 这个曹伟啊 就是也是三国魏蜀武 都是这个时代 四明无量寿庄严经 宋发贤仪 这是赵宋 就是唐宋元明清 唐朝以后这个宋 赵宋英呢 这个这个做皇帝 这一个朝代 那么第五种呢 是出宝籍 第十八经 就是大宝籍经 大宝籍经所收集的东西很多 那么是在第十八部 就是这个无量寿 无量寿会 他是这一会就是了 那么是证明呢 无量寿如来会 也是这个 跟这个这个 这个无量寿经呢 也是一样的 意思完全相同的 那么这是原位啊 菩提流至 原位是南部朝时代 就是托巴规所建立的 这个王朝 那么这个五种呢 那么这个五种呢 是从梵文呢 直接翻译的 就是五种翻译的原本 那么他这个地方讲六种呢 这个第六啊 是绘集本 那么谁绘集的呢 是王龙叔居死 就是宋朝时候龙叔居死 王日修 龙叔啊 是后人对他的尊称 对他的尊称 这是地名 就是他的家乡 地名 后人尊称 不称他的名 不称他的号 称他地名啊 这是最尊重的路 像这个清朝末年 李鸿章 大家称他李何飞 他是何飞人 这是最尊敬的 龙叔啊 就是在现在的安徽书臣 书臣这个地方 就是古时候的龙叔 这是对他的尊敬 那么这位居士是一身学佛 他的家庭环境很不错 种了净死以后啊 就不做官了 功名是有了 但是不做官 那么家庭里面 生活环境还不错 我们能过得去吗 就专修信徒 那么他呢 就把这个 这个几种古时候一本 他是看到四种一本 这个宝极经里面 这个他没有看到 把这个四种一本呢 把它汇集 重新编了一个本子 我们现在叫大阿弥陀金 就是龙叔巨死编的 那么这个编的呢 也不完全理想 后人对他的批评很多 那么也有人说呢 他编这个经的时候 大概在中年 也就是说 自己修行功夫 还没有成就的时候编的 因为他晚年呢 你看他写的龙叔净土文 那是真真了不起 那是晚年行的 他自己往生呢 是站着走的 欲知实至 没有生病 可见得他往生的品位 决定是不低 是一个在家的寺寺 一生念阿弥陀佛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就是参考把它汇集 就是参考把它汇集 为处报集所汇集 就是说 他只取了四种 做成的这个汇集本 说人 上五无疑互有同意 说汉五无而已 这个汉呢 就是平等清净究竟 那五无疑的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阿弥陀金 这两种译本呢 四十八月至存其半 唯一二十四 说其余文中大同小异 那么这五种译本呢 对四十八月呢 这个 平等清净究竟呢 给这个阿弥陀金 就是之前以的这个阿弥陀金 都是二十四月 康磯凯的这个 这个 发现所移的 thing 都 Birds enfim 其实 我们现在 看的这个夏令居 议室的这个汇集本 你把这个二十四月 也展开也看呢 原来就是四十八月 他有的业院当中 把两院三院合在一起 所以实际呢 二十四跟四十八内容完全相同 只是条目上开和不相同而已 所以这个夏连居居士 编的这个汇集本 比王龙书变得好 比王龙书的好 比这个几种原来的这个译本 都要好 真是取古译的精华 所编辑 编的非常好 我们现在用这个本子 那么王室所会 交之无疑 是简易明显 流通今世 利益神大 这是明朝 莲池大师所见到的 可见得在当时 这个龙书巨师编的这个大阿弥陀经 是很受人欢迎 很受人欢迎的本子 但其不由凡本 它不是从凡本译的 为作华文 为顺义法 毕竟它不是从凡文语言本的翻译 它只是从四种中文译本的重新编辑而已 它是这样的一个性质 若以反本重发而成六疑 皆无疑 大家不会议论 不会再议议论它 故彼不言疑而言教证也 王室说句子很谦虚 他并不说他翻译 他的教证 教证 拿几种版本和起来的教证 说有其中去取旧文也有未见 这个就是一般对他的议论 换说有些重要东西它漏掉 所以这是一个很遗憾的地方 如三倍往生 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 讲这个三倍往生 说魏仪 就是康僧凯的这个本词 月发菩提心 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发菩提心很重要 可是王室为中辈发菩提心 下月不乏 上进不淫 这高下十四 这他每一种不足之处 康僧凯的一本上 统统要发菩提心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大乘佛法 不发菩提心 与西方进度就不相应 这发菩提心很重要 那么他把他漏掉了 他上屏没有提到 文字漏掉 东屏有 下屏里面的时候 他说不发 所以这个是 是人家意论的地方 这叫高下十四 如果说是不发菩提心为高 那下屏的不发 他超过中屏了 这个就是次序颠倒 如果说发菩提心为高 中屏上屏含糊龙头没说 那么这个也是 是叫人家疑惑的地方 且文中多善根 全在发菩提心 而三倍不同 同一发心 正往生要直 而反略知故云未尽 所以他这个意思 古人讲 虽精美意 但是未尽 不能做到尽善尽美 他这个本子有缺先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这给我们说明 这个是三倍 都是同一个发心 所以这是往生 最重要的条件 一定要发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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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他把他这个 乐趣掉的时候 是很遗憾的事情 人经疏操所隐 一则均受无疑 一则坚受无疑 廉词大师编的这个塑抄 里面所引用的 这个就是解释这个意思 可以说是 主要的依据就是这个五中翻译的这个大本 但是在文字上呢 他是多分采取王龙树的 王龙树的文学好 文章好 这是采取他的这个文字 但是一例都是遵守古来的这个五中一本 所以苏朝好处就在此题 一部苏朝念了 可以说是 净土宗所有的经论 你全都念到了 因为全都引用了 不但这个五中一本引用到了 这个观经也引用到了 甚至于这个 这个古英王经 卑华经 统统都引用到 那至于这个 这个这个 像前面这个不识同步的 也不识同类的 像这个华严经 法华经 统统都引用到 所以这个苏朝实实在在是 博大精神 这是偶尔大肆赞叹的 的确是博大精神 那么换一句话说 学佛 不仅是学净土宗 你念这个苏朝 苏朝真正念通了 其余的所有宗派也都通了 因为他都引用到了 都通 所以这一部书 对我们今天人来讲 利益尤其是不可思议 以王本世所通行人习见过 这是曲 黄龙书的文字有一个好处 大家熟悉 说余无见曲 就是其余无种古本 有的时候也要曲 这个也要曲 而开也大本标志 所以这个苏朝里面 凡是讲到大本 这个大本里就包括这六种 六种都叫大本 但是究竟是哪一本里取的呢 那你自己一定要熟 你不熟的时候你就找不到 你不熟知哪一本 因为他这个六种都用大本两个字 大本约 那就是这个本子里面 说尖词尖之名为小本 就是阿弥陀经 旧姆罗舍大师翻译的 这个叫小本 文有繁解 义无甚列 这两句话很重要 《无量寿经》文字多 经文长 弥陀经文短 文字有长短 就是有繁解 内容是一样的 意思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说义无甚列 完全是相同的 所以这两不仅属于同步 是一样的 一个讲得详细一点 一个讲得省略一点 完全相同 那么再看第二段 第二段讲累了 累就不是同步的 是二 明累这 自有三个诚 那么第一个呢 是观经 观无量寿经 第二个是古英王经 第三个是后厨阿弥陀祭经 那么这个是不同的三个 清看诸解 内的不同其部而同其内 他底下用个比喻来解释 他底下用个比喻来解释 如从困地 所以不同父 而同其主 夜明比肩 相为等一 他举的这个比喻很好 同 同同步的就好像那个 是同属于一个人 那完全相同 这个同类怎么讲法呢 同类虽然是不同一个人 像兄弟一样 他举的是从兄弟 我们现在讲是书伯兄弟 虽然不是同一个父亲 但是同一个祖父 这个比喻好像前面同步是同一个父亲 同一类 这个同一部 这个同类 可见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 非常的密切 那么这叫同类 观尽者观无量受佛景 他这个里面虽然也是目标 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修行的方法不相同 他是用观想的方法 举他十六妙观 有十六种观法 一心三观 想本苏超 这个本苏超啊 就是观无量受佛景苏超 那么这个在净土理论上来讲呢 这部经也很重要 也非常重要 过去我们曾经印过《丹心本流通》 古影王金者 佛则占博大臣 肖佛于比夺伟伟彩 这个发秘人数不多 可是 宣艳说这个法文非常的殊胜 这个经上若有四中 受持阿弥陀佛名号 临命纵使佛与慎重 借淫往生等 这些句子 讲法 给大本 给本经 完全没有念样 所以 他与本经 也是属于同类的 都是劝人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后处寄今之 十宗为寄 全部是寄宗 从头到尾都是寄宗 那么这个寄今呢 在大正藏有收集 这个窃头啊 就是孤起松 兼别不识成松 这个里面有数 法愿与祝福 是二十四章 跟清净平等绝境里面 这个数字是相同 愿之存半 与汉无二一同 而四十八愿自古寄今传颂已久 说二十四节和凡本缺略为可之言 这是这个连池大师对这个事情 就没有详细地加以考证 没加以详细考证 说贺问 古音夜说痴明 缘或不与金金同步 这个问得很好 古音王经里面 引用的这段经文 确实叫我们痴明念佛了 那应该是同步啊 为什么把它分作同类 而不同步呢 答 亦有咒苦 他那个经里面有咒 说别间虽说痴明 众痴咒苦 特别强调痴咒 那么在此地 也许同修会怀疑到 为什么同样 劝这个求生净土 佛说出这么多的方法 此地应当想 佛说乏了 是应激 像我们中国人 绝大多数喜欢痴明 喜欢念佛的名号 可是到别的地区 有很多人喜欢痴咒 你说这个西藏这一代啊 这个尼帕尔 西康 在我们中国边疆 还有外国有很多人啊 他们喜欢痴咒 喜欢痴咒的 交给你痴咒 喜欢痴咒的 交给你痴咒 喜欢观想的 交给你观想 佛是应激而说法 这是我们要懂得的 方法不相同 达到的目的地 绝对是相同的 绝对是相同的 可是在所有方法里面 要稍稍比较比较呢 持民最方便 最容易 比持咒还容易 比持咒还简单 这个效果啊 给助手 越简单的 越得了 要懂得这个道理 你看连持大师 在注尝随笔里面 那个随笔就等于笔记 他里面就写到有人问他 问他教别人念佛 怎样教法 他说教别人念佛 念六个字 拿摩阿弥陀佛 人家就问他 你让人家自己念 自己怎么念法呢 念四个字 阿弥陀佛 不一样啊 所以人家问他 这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你教别人念六个字 你念四个字 他就说 我自己这一生 这个心愿 决定要求生减土 所以就致持名号 简单啊 四个字比六个字 就简单很多了 六个字就露出了三分之一 教别人呢 别人未必有这个心愿 未必法愿这一生往生 加上拿摩比较好一点 拿摩是恭敬的意思 是皈依的意思 拿摩阿弥陀佛 翻成中国意思 皈依阿弥陀佛 恭敬阿弥陀佛 加上这个客气话 所以他自己既然决定 这一生要求生减土了 这些客气话都免他了 不要了 决定我生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住 我们自己果然真正决心求生减土 可以学莲齿大使 如果这个生死心不切 加上拿摩好 加上拿摩好 如果这一生真的想往生结果世界 那学莲齿大使 越简单越得力 因为灵命宗师 那个最后一念的话 是越简单越好 太长了 太啰嗦了 恐怕到那个时候用不上力 麻烦 你由此可知 这个持民这个方法 在中国一千多年来 这劣带的祖师 大力的提倡 是很有道理的 他们不提倡持咒 不提倡观想 专门提倡持民 里面有很深很深的道理 依照这个法门来修行 这个劣带成就的人 往生的人 不记忆其俗 像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 那是挂一漏万 没有记载的太多太多了 记载的很少 写这个书的人 他那个时候交通没这么方便 大众传播工具 没这么发达 多少往生的人 他没有听到 他就不能写下来 所以是挂一漏万 再看底下第三段 三名非不非类的代说净土 这是附带讲的 如华言 发华 其心论 其心论 等那就太多太多了 刚才我跟祖师说 差不多有一年不久 又非不类 而众说 专持名号 如文殊伯乐 文殊伯乐间里也有 那么这是想 非不非类的 代说者 祖同不同类之外 富有助金 虽不专谈进土 其中代极劝赞往生 就是这一类的 华言如行愿品 既明是大愿望 而莫言 以此身悦 道归极乐事业 那么这是华言经 说华言 说发华 这个意义很深 因为释迦牟尼佛 一身讲经说法 第一步讲华言经 最后讲法华言 说一个头 说一个尾 就当中全都包括了 当中俗数的经论 附带讲净土 太多太多 所以他特别举出 这两个经 是一个带头 一个是继位 我们晓得他这个意思 尤其是念佛法门 可以说最初提倡的 就是华言会上的文术 这两个菩萨 这两个菩萨 在华言经里有经文都清清楚楚 记载出 两位菩萨都是发愿求生净土 他的学生 善才同志 五十三参到最后 参访到菩萨菩萨 菩萨教给他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不但善才同志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华藏会上 所以四十一位发生大四 这个四十一是 是住是行 是回向 是地 等觉 这四十一个菩萨位次 每一位里头 不晓得有多少菩萨 都是跟文术普贤 通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华言经里看穿了 是什么经 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经 说了那么多 最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华言经 给我们学佛的人来讲 是一个最高无上的启示 研究华言 不可不知 不管你学哪一宗 学哪一派 你学的什么经 学的论 什么论 最后 没有不回归净土的 因为五十三禅 五十三位善之时 每一个人学的法门就不一样 那现在讲的话 有贤有秘 故宗国派 它通通都有 最后全部都是求神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应当想的 环游一点要特别注意到的 那就是十大愿望 十大愿望是邪秘各宗各派都要共修的 王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共同的归宿 十大愿望是所有无量无边法门 共同的修行纲领 就跟三皈依这个意思没有连样 三皈依是皈依绝正经 所以它是佛门的 这个修行的总纲领 而十大愿望也是修行的总纲领 如果我们拿这个三皈依当作纲 十大愿望就是木 这条木 以这个身愿呢 修觉正经 这个是佛法修学的总纲目 我们不可以不知道 十大愿望第一个是礼尽祝福 内要真诚 我也要恭敬 不但学佛要从这里修起 世间法做人也从这里做起 这一点做不到 其余的什么都不必谈 好像盖房子这是地基 地基都没有 你盖什么房子 很重要 念佛很多 太多太多了 往生的有几个 为什么念一辈子佛不能往生 主要基础 他这个基础没有 离尽祝福就是前面讲的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真诚之心 他没有菩提心 心里面是什么 叫禅渠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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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心不好啊 这个心不是这个学佛的心啊 不是成道的心 当然也不是往生的心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每个人心地清净正直 你这个心与极乐世界那一边 大动的大动人心不一样 所以你就是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古大德加 寒破喉咙也枉然 不能往生 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 我们待人皆无 出事 要用真诚 要恭敬 儒家也是讲的这个 诚意正心 也从这里讲起 这个离记一展开 也是讲 距离越无不尽 跟十大愿望第一条 用意完全相同 不从离境当中 垫垫基础 人都做不好 你还成什么福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从这里垫基础 所以一定要从这里垫基础 要从这里垫基础 我想这个我们同学都很熟 十大愿望就不要再念了 说法华呢 说法华呢 如因宋司经者 这是要念法华经的人 命中当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世界 而且法华经里面 明明的有经文 这个说明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这一段经文呢 这个翻译的时候 把它翻漏掉了 是在寄宋里面 好像有 有五首还是六首 一首四首 那么法华经的梵文本原文呢 现在还有 民国初年 吕碧晨居司 是一位女居司 这位居司 学佛非常虔诚 一生没有结婚 那么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他就是大学教授 他的英语非常之好 梵文也好 他从梵文 这个法华经里面呢 看到这一段东西漏掉了 他把它翻译出来 其信 如其教其中所明示现 其信就是其信论 其信论 读宋的人常常很多 这几年来也有不少人 讲其信论 马鸣菩萨本身 就是求生西方净土的 所以他造的其信论 也是提倡 劝人求生西方净土世界 说等着 这个就等就太多了 如观佛三昧 观佛三昧经 舍诸断结经 这是那不胜美举了 要是通通写上就太多了 有一百多种这些经论的题目 那是不胜其烦了 那是不胜其烦了 想后致持名号文中 这就是苏朝解释 致持名号那一段 银的这个文术般若经里面 这是佛劝我们求生西方净土 特别是持名的这个法门 好 这一段呢 我们就很轻松的就读过去 再看底下的一段 第八 以识颂旨 这一段呢 是讲感应 翻译的时候 摄氏注解 注解的时候 或者是讲经的时候 讲经也是识 也是解释 诵是背诵 念得很熟的时候 背诵 持是依照这个经典来修行 所谓是幸运持名 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 那么底下呢 分五段 就是以赦 送持 这个最后戒圈 分为五段 我们看第一段 一知词经 是为不为类 享乐同别 这都知道了 前面都说过了 为 伪是自和实 为是委屈 意思就是 对于这个经 到底是什么时候翻译的 什么因缘到中国来的 这事情还不晓得 还得委屈 请你给我们讲解清楚 就这个意思 我为是自和实 凡有极意 像大本 一共是有十二次的翻译 那么现在这个藏经里面 只剩了五种一本 其余的都散失了 在中国 编辑大藏经 是宋朝时候才开始的 把所有这个翻译的经典 古德的著书 把它收集起来 统统编成一个重书 所以大藏经的出现 是在宋朝时代 才把它重新编 那么在以前 都是散存在寺院民间 所以这个社调的东西 很多 社调的很多 说一致注释 善养 独送受持 有何灵意 那么这个 学佛的同修 也应该晓得 能够帮助我们起信 增长我们信心 说 粗名义者 有二 这一部经 有两种翻译 一名佛书阿弥陀金 即金金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金本 金题叫佛书阿弥陀金 邀请三藏法师 旧摩罗什大师翻译的 这个下面呢 有注记 姚秦 秦是朝代的名称 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姚呢 在中国历史上 用秦做国家 这个国号的 一共有四个 那就说秦到底是哪一个秦 必须要在上面加上那个过往的姓氏 我们就晓得是哪一个秦 周有迎秦 这在周朝时候 也就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 后来秦强大了 这个秦始皇并吞六国 统一了中国 所以中国真正统一 是秦始皇 他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 在他以前 这个中国都是有很多国家 这个祝侯啊 所以说是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每一个地方建立一个王朝 是个分裂的时代 所以在周朝啊 我们中国中云 叫八本祝侯 一个祝侯就是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秦始皇他心隐 是历史上我们称他的隐情 南北朝啊 由福情邀请 南北朝在北朝啊 最新就是福间 福间呢 在关中就是现在甘肃啊 陕西啊 河南这个一带啊 他建立一个王朝 也称秦 啊 那么在历史上有很有名的 有一个战役啊 叫肥水之战啊 这是司马光啊 在这个自治通奸里面 是写得非常之好啊 有一大篇文章 好像现在很多这个这个过文里面呢 也也也揭露了这一段文 啊 肥水之战就是 晋朝时候谢安 啊 谢安谢寻他们这个一家人 啊 给这个福间的时候打了一仗 这个福间打败了 啊 打败了之后啊 这个姚前呢 这个姚是姚长 姚长是福间底下的一个将军 啊 他留守在后方 看到这个过王兵败了 他就叛变了 就发动政变了 现在讲政变了 啊 就居守在关中啊 自己称王了 过号没有改 实际上现在讲就是政变 过号没有改 啊 那么把这个 把这个福间杀了 他自己称国王 啊 所以在历史上就称之为啊 福情 也称之后勤 啊 这个这个 这个福间呢 称为前勤 姚长称为后勤 啊 所以这个戒例啊 这个这个秦啊 这个这个秦是 与 历史上有好几个啊 啊 说今也 咬着 是 贱非与秦也 啊 这是我们一看就晓得 啊 这是哪一个朝代啊 啊 是在 姚长 姚秦的时代啊 而且是姚秦的第二代啊 那个 那个姚长已经死了 他的儿子姚兴即位啊 在姚兴这个时候 三藏法师 这三藏者啊 通经理论 这个叫三藏法师 金善反华 华反故 啊 那么这位法师 非常的出名 啊 他的中国话说得很道家 说得很好 啊 那么 那么 梵文当然是非常地通达 啊 所以 以利金呢 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那么 那么 法师者 说 佛法所属啊 延长慧众 为表泛国 啊 啊 表是私表 饭是母饭 他通达佛法 能给我们讲解 能够指导我们修行 为我们的表率 为我们的母饭 我们尊称之为 法师 所以这个法师 这个名字 不太好当 啊 如果你要是做不到呢 人家趁你法师 说实在的 不是在骂人啊 这是我们要明了的 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 别人尊敬 你趁法师 趁和尚 应当要生惭愧心啊 实实在在讲 当不起 所以这个 出家的同修啊 一定要努力 要真正发愤 明夫 其实 你就没有罪过 否则的话 人家趁你一身 就是一重罪过 趁你一身 两重罪过 我这一身 没做什么罪业了 到以后 阎洛王把他打下地狱的时候 你还说冤枉 其实一点都不冤枉 一身一身 这个罪加在身上 但是真的 一点都不加 就好像世间人样 我发心去做老师 我去教学 结果一身当中 一个学生也没教 一天课也没上 人家一见面 老师 老师 他又没罪过 他又罪过来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旧摩罗师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繁语拘云 旧摩罗骑破石 这是繁语 翻成中国因仪的 中国人喜欢简单 把那个青因审掉了 就称旧摩罗师 还有更省略的 就称螺蛇 我们在古德住宿里 常常看螺蛇 就是叫螺蛇 中国人喜欢简单 不喜欢啰嗦 这一句话翻成中国的意思 叫同寿 雌云同寿 同寿同寿 年纪很轻 小孩 寿是老人 虽然像小孩 小孩的年龄 但他的智慧 他的涵养 他的举动 都像一个长者 所以大家称他这个名称 那么注意看他的传记 实实在在是了不起 这是再来的 这是菩萨再来的 圣上慈放文字之事 对于中国的语文很通大 所以繁华豁尘罗师 其他真正的名字 是旧摩罗七婆 这是他的名字 石是我们中国人送给他的 送他这个称号 他对我们中国这个文字 这个语文的修养非常之深 他同打 一者一言就是翻译 一翻成华言 把繁文翻成中文 那么下面这个几句 这是常诗 周礼 章四方之语 各有趣观 各方越语 静静自西来 而言一者 看之各观 今山西语 摩藤十字 随称为今任之也 周礼是一部书的名称 所以礼经 中国叫礼经 有三部 周礼 礼礼 礼记 这是十三经里面的三部 周礼要拿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周朝的宪法 里面所讲的是周朝的制度 这个政治 是底言章文物的制度统统记载 在这里面 周礼是周公的著作 周公著作 这个构想 摄施 可以说是 敬善敬美 但是这一部书呢 我们就看 而我是听着方东美先生的 大概跟我讲了很多次 告诉我 这个书好 他说 古今中外十多国家的宪法 都比不上周礼 周朝的后代 如果遵守这一部书 这个教训的去做下去 周朝不会亡国 在我们中国历史 朝代最久的 是周朝八百年 后人不遵守这一部宪法 所以才亡国 真正遵守的时候 决定不会 所以方先生对这个书 非常非常的责叹 那么我对三礼 只是一记 都过了几篇 这个周礼 虽然方先生 讲了很多次 那么在这个制度里面 就是讲这个 像我们现在讲翻译官 他这个翻译官 四方名称不相同 在各方的叫以 东方叫际 南方叫乡 北方叫地体 西方叫地体 北方叫乙 但是他这个 不同的这个名称呢 他都有意义 都有意义的 但是他的工作是一样的 通通通是穿乙 就是翻译 那么佛经是从西方来的 那么这个现在很多同学们都知道了 所以汉朝时候思路 我们像西域交通的这个大道 那么佛教呢 也是从这条路传到中国来的 虽然是从丛林 从这个现在的新疆 新疆 这个天山南部路 这一带传到我们中国 从这个甘肃 到长安 那是国家首都的长安 但是 与北方呢 是很接近 与北方很接近 可能呢 最初到这个 就是旧摩洛斯大师翻译 42章节 到中国来的时候 那么参加翻译的这个工作呢 是北方这个翻译官来协助 大概北方翻译官的时候 至于梵文的很痛打 请他来帮忙 他就用了这个译字 用了译字 以后啊 一直啊 就用这个字 没有再改变了 就成了一种习惯了 所以在从这个摩藤桌发栏呢 这两个人开始 42章节 就是中国佛经第一部翻译的 这部经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可以说是佛经的佛学概论 佛经的佛学概论 非常非常之好 就是寄生义居士的 42章经 新书 新书 读解的很详细 在古来所有读解当中 我觉得他做的最好 做的最好 而且这部经的时候 最大的好处是 我们现代学佛的人不能成就 自己一生的毛病 不知道 我没有毛病啊 我非常好啊 看看别人都是毛病 看看别人毛病 自己不晓得毛病 这个经啊 你读了之后 才会发现我自己有多少毛病 你能把你这些毛病改过来 你念佛的功夫就得了 所以可以说这一部经啊 是给我们治病的一副量药啊 学佛从哪里学起啊 要从这部经学起 但是这部经你说 严谨一盖啊 文字很简单 很少 毅力太丰富了 所以没有一个很好的注解 你看不出来 过去我们一直找这个注解 找不到理想 虽然有这个灌顶法式的柱子 柱子是很详细太深了 不适合于初修 所以我在香港看到 寄生业居士这个本子 我欢喜得不得了 学讲经的同修 从哪里学起 从这个经上学起 这个经的里面 你看第一部分 它都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解释这个括题 42章 每一章有个题目 解释听误 然后解释名词 朔语典故 解释这些名项 最后的时候来讲义 来获奖 这个层次清清楚楚 这是传统讲经的规矩 完全按照规矩来讲 油条不混 所以对于这个讲经的同修的时候 要从这上下手 从这部经下手 你能把这个规矩 方法学会了 以后一切经 你都有了一个下手之处 像现在很多同学学讲经 不需要从哪里下手 不得其能而熟 写这非常好的一部参考书 那么除这个之外 在依照讲经规矩写的 我过去看到的 秉宗法斯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弥套经的诸解 一个是新经的诸解 他也是用这个规矩 寻规矩写 寻规矩写出来 那都是讲经的好榜样 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来讲 所以诸位讲经 不能学我现在这个讲法 学我现在这个讲法就糟透了 跟我学讲经那是在乱 十几年以前 听我讲经的理议 为什么呢 我一到台北来开始讲经的时候 大概十五六年 我都很熟规矩 我以前就是那个方法讲的 很熟规矩的 那么从民国六十年 开始讲华语言经 逐渐逐渐的 脱轨了 不受规矩了 你们初学的人听不出来 行家听得出来 我在香港讲经有很多法师听 而且法师非常喜欢听我讲经 唱华法师就给大众说 我在讲台上不是讲经 讲什么呢 讲自己的心得报告 我是展开经本 我自己所体会的 所领略的 我讲这些东西 所以你们开始学讲经啊 所以说 不学规矩 不成方圆 那 那么到我这个是境界往上提升了一层 这一个提升 在讲台上 顺规套举十多年 我从五十六年到台北来讲经 我讲经的时候一出家就开始讲经 是民国四十 我四十八年出家的 四十九年真月就开始讲经 寻规套举十多年 到六十岁才间间间间摆脱掉了 讲自己的心得报告了 所以早期同学听经 像现在有些在过处讲经的 像熊丸啊 徐慧林他们这些人啊 这早期的 他们有的时候碰到我的时候 还说 幸好那个时候来听经 得利益 学了一些东西 现在来听 学不到东西了 现在我讲的就是 天麻行空啊 没有边际的 高齐性的 几句三四句经文 两个钟点讲不完 也有的长行文念念就过去了 你说什么 学不到啊 但是 对修行人而讲有帮助 对于你学讲经啊 那就糟了 对于你念佛修行 决定有帮助 所以决定不能学我在讲台上这个讲法 那么现在最好就依照这个四十二章经这个方法 依照这个方法来学讲经 那么底下这个一段呢 这是将旧摩罗什大师简单的跟诸位介绍出来 是从他传记里面揭露的 是我们对于大师有一个概流的认识 这一位大师 这位大师在我们这个佛法传记里面讲 他是过去祈福的一经思 翻译 所以他的东西翻译的非常之好 到中国来受了不少折磨 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 自己是吃了大亏 但是对于中国佛法有很大的贡献 他被这个驴光啊 差不多是等于是幽静 幽静了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 被驴光有幽静 一筹莫产 在那个时候什么 所以他这个中国文字学得那么好 都是那个时候学的 到驴光死了之后 侄子驴龙即位 向姚欣投降的时候 旧母罗首大师 才被姚欣引擎到长安 来从事已经的工作 一共七年他就圆起了 所以旧母罗首大师到中国来 发挥这个佛法的时候只有七年 但是这个七年呢 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太大太大 等于说中国佛教的基础 就是在七年当中把它定定下来 由此可知 弘法利生实在讲 不在时间长短 在真正的功力的后步 你像映光大师 对于近代这个佛法 不仅仅是讲净土 整个佛法上 它就有这么大的影响 映光大师出来昏法多少年 七十岁才出来的 七十岁之前没有人知道 谁想到有个映光 没人想到 七十岁才被人发现 来说民国初年 有一些很有学问的老居士 到葡萄山游玩的时候 无意当中发现 跟他谈话 他也觉得这个人间接了不起 以后给他通信 他回信的那些信件 就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 大家才晓得有个映光法师 他老人家八十岁远级的生年 这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 后极波法 因为他极得太厚了 所以发的时候虽然时间不长 他这个功力到了 就有那么深厚的影响力 罗舍大师就是这样的人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要记取的 现代人 我算是个过来人 我自己吃了很多亏 上了很多当 那什么呢 就是出来讲经说法太年轻了 没有能够学古人 急得不厚啊 所以法的力量也不足 必须急得厚啊 力量才足啊 现代一些人我看了 还不如我 我可以学佛 还能跟老师学了十三年 他们现在学了三个月 就想出去表演了 还不如我 那么就可想而知 你法的那个力量也不及我 所以这是我们度古人东西 要继续教训 要有耐心 要有恒心 要有毅力 这样才能真正成就 学一家之业 这个重要啊 不要到外的 今天听这个 明天听那个 听多了啊 思想就混乱 就复杂了 所以应光大师 人家虽然尊敬他 几个人 常常提他的名字 不提啊 为什么不提呢 有忌讳 应光大师 反对学佛的人 跑庙 反对学佛的人 亲近法师 你 极力的反对 你多跑庙 你的精神 患散 不能激动了 你的佛法学不好 顶多修一点吃佛而已 你接近法师多了 这个法师给你讲这个 那法师给你讲那个 你硬脑袋的时候 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念佛不会得一心不乱 所以大家提到应光法师 很恭敬 但是一句话不提 为什么呢 应光法师 本人 比如你在他那里皈依的 你到他那去看他 他会把你臭骂一顿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师父 师父 你看过了有什么好看的 不回家就老老实实念佛 看什么师父啊 臭骂一顿骂回去 那是个真真善之事啊 现在的法师是什么 你们常常来看看我啊 跟乌云光法师 态度不一样嘛 所以大家对他就敬 敬而怨之了 可是我们想想 真真成就 他老人家话对的 所以他主张是一个道成 一个老死 一家之业 你才会得一心不乱 你这一生才不会白过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Po 啊 啊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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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